一年时间,我从公司透明小基层,一路晋升到木门总监,月薪三千到三万,一线城市买套房。 2024一时,你敢不敢于一年时间彻底改变自己,跟我一起打出这三张牌,你一定可以亲眼身边所有人。 一,无描法,杀死拖延症。 过去的我,做任何事情,总是下意识想拖延。 这些自我妥协的欺骗话语,侵蚀着我的大脑,让我一事无成。 后来,我试着在每一个想拖延的时刻,闭上远,倒数五秒钟。 一,不被自己思考的时间,不给大脑反应的机会,起床,把自己想象成一台机器,立即投入到事情当中。 坚持一个月,拖延症再见。 二,学会向上输脚。 艾娜姐,你好,听完您刚刚的分享,我有些问题,想请教一下。 克服社交恐惧,担一向贵人开口,展示自我价值。 同时,及时切断不健康的人际关系,停止内耗。 上回,我找田田帮忙做个策划,她还不乐意。 她就是那样的人啊,自以为是。 要我帮忙,要不,工资我也帮你领了吧。 天下兮兮,皆为力来,天下嚷嚷,皆为力往。 生活当中,有三两个知心好友,足矣。 三,永远不要害怕出错。 过去,我总是站前不后,准备工作做了一大堆, 却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。 在反复的纠结当中,先行打响了退堂鼓。 万一出错了怎么办? 不必给别人嘲笑吧? 可不试一试,又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? 也许,我的方案更好呢。 后来,我试着主动抓住新的挑战。 这是我的方案。 我认为,人无完人,我们不必苛求自己,凡事都完美,不出错。 好,我现在回去修改。 要知道,失败的经验,正是为下一次挑战赢得加分的筹码。 正一刻宿,最好的时间是十分前,也可以是现在。 只要有心开始改变,这是什么时候王军不下来,我也差点没认出是他。 女孩们,请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